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施工过程中 随着挖掘的不断深入 原本红色的网格土 忽然变成另一种非常疏松的土壤 进而发生了塌陷 施工人员拿着一个钢签 在塌陷的土里扎孔 没打几下就不逐利了 下面究竟是什么呢 当钢签拔出来 从孔洞里冒出一股刺鼻的怪味 另一个工人觉得好奇 点着一根火柴 想试试它是什么气 火柴慢慢接近洞口 突然砰的一声 一股幽蓝色的火焰喷波而出 把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 工程队紧急汇报 咨询地质部门 仍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火焰连续燃烧了三天之后 有人想到 可以问一问省博物馆的专家 电话打到了省博物馆 一位叫侯良的考古专家说 这一定是地下有股木 经过勘测 确定在马王堆地下 有一个规模巨大的墓葬群 它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马王堆汉墓 通过对它的发掘 人类历史上最薄的丝绸衣服 肃杀单一 惊天重现 这就是当时的新闻工作人员在马王堆一号墓发掘现场拍摄的一张照片 肃杀单一就是从这里出土的 我们可以看到墓穴规模很大 很深 为了避免破坏文物 发掘中要对每一块土都小心翼翼 通过省博物馆考古工作队的专家和国家文物级的专家 大约三个月的发掘和清理 一个完整的棺果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 只见 这口彩绘的棺果材质如新 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内棺有三层塞满了精美的陪葬品 丝织物的颜色依旧艳丽 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棺内尸体保存完好 肌肉仍有弹性 甚至部分关节还能活动 震惊之余 考古工作者们很好奇 这位墓地的墓主人到底是谁 保存如此完好的墓葬 又记录着哪些历史的秘密 根据后续出土的文物可以确定 墓主人名叫新锥 是长沙国丞相戴侯立仓的妻子 湖南省博物馆联系了中国刑警学院法医系 根据颅骨的X光片和出土时拍摄的照片 以及博画和一些历史文献 在电脑中重构了新锥的形象 新锥面容娇好 可谓是古代美女 但遗憾的是 关于她至今没有发现更多文献记载 只能通过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文物 进行一个大致的推断 其实这些出土的文物 完全可以说明新锥夫人的地位 和它的富裕程度 陪葬品有三千多件 样样都很精美 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 就是陪葬的丝织品 蚕丝是动物蛋白 非常不容易保存 咱们家里收纳真丝衣物的时候 不能晒 不能受潮 怕虫柱 还不能使用张脑 总而言之 就是比较难伺候 但是在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墓穴里 却发现了大量的丝织品 基本完整的有一百多件 不仅仅是数量众多 种类也非常丰富 丝绸 刺绣 织紧 应有尽有 包括各式各样的袍子 衣服 鞋子 甚至还有手套和袜子 有很多品种的丝织品 都是第一次发现的 就在这些奇珍异宝当中 这两件衣服的出土 让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因为他们没有见过 这么薄的衣服 它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肃杀单衣 薄到了几乎透明 而它的面试 还有一段让考古专家们 惊出一身冷汗的故事 根据现场考古活动负责人 雄传心的回忆 当时从墓里拿出 肃杀单衣的 是一名经验并不十分丰富的 年轻考古工作者 当拿起衣服时 他习惯性地 把衣服展开 轻轻地抖了抖 这可是来自2000多年前的丝绸 一旦接触空气 由于氧化作用 再加上无菌环境被破坏 这一不经意的举动 极有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这个动作 一瞬间揪动了 所有在场专家的心 但正是这样一个大义的举动 展示了肃杀单衣 创造的一个奇迹 它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岁月之后 仍旧十分柔软 组织结构相当完整 安然无恙地来到了现代 穿越2000多年时光的 肃杀单衣 它创造的奇迹 远远不止这一项 我们来看一下 直居肃杀单衣 从图片上可能看不出大小 它实际的尺寸非常宽大 领口到下摆长1.28米 这对于中等身高的女性来说 相当于奇迹长裙 两袖通长更是长达1.9米 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是这么一款超大马的衣服 当专家将这两件宽袍大袖的衣服 称重之后 发现它们的质量轻得惊人 一件48克 一件49克 绝对可以说是 轻若烟雾 举之若无 如果再去掉领口袖口 镶着的厚厚的绒圈紧 只有22克 叠起来之后 能放到火柴盒里 咱们平时穿的一件 春夏款的衬衫 一般都得超过300克 这么一笔的话 就可以想见 肃杀单衣有多么的轻巧 虽然重量不足一两 但这两件肃杀单衣 在纺织史上 却是举足轻重 因为它们是世界上 最轻的私质衣物 而这一记录 竟然是2000多年前的 古人所创造的 在西方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被称为塞里斯国 意思是私来的地方 在中国古代 文人默克们 常用华丽的诗句 赞美丝绸的青影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在辽宁中就曾写道 英寺天台山上明月前 四十五尺瀑布泉 千百年来 人们认为白居易 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 晶盈如水般剔透的描写 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 然而马王堆出土的 肃杀单一证实了 古代文人用薄如禅意 轻弱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 绝非凭空想下 它的出现 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 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 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据湖南省博物馆介绍 马王堆汉木出土的这两件 肃杀单一 薄如蝉意 轻弱烟雾 制作精美 使存世年代最早 保存最完整 制作工艺最精 最轻薄的服装 堪称国宝级的西式真品 因此 肃杀单一一出土 就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肃杀单一的出土 引起了考古学家强烈的好奇 衣服的基本功能 是为了保暖遮羞 肃杀单一如此轻薄透明 既不保暖也不遮羞 它是为何要穿着呢 肃杀单一应该是套在 最外层的罩衫 当时贵为国相夫人的心锥 现在我们称她为毕夫人 为了显露华丽的外衣纹饰 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 照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 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 又能让底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 可以衬托出锦衣的华美 与主人的尊贵 那具体这件衣服该如何穿着 现在找不到更多的证据 但是 肃杀单一的轻巧却是实大实地摆在眼前的 就算是在今天 也很难直接制作出如此轻巧的衣物 那么 古人是怎么做的呢 当时的研究人员 依据肃杀单一的式样 用现代纺织技术复制了一件 款式相同 尺寸也一样的复制品 可是上秤一称啊 超重太多了 居然有两百多克 是肃杀单一元件的四倍之多 我们现在的技术也好 纺织机器也好 比当时可先进的多了 怎么就织不出一件同样轻巧的衣物呢 就在这时 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一个重磅消息 迅速传遍了全国 随着马王堆汉墓的发掘 一件又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宝级文物面世 其中 肃杀单一以其轻薄震惊世人 整件衣服重量不足五十克 叠起来甚至可以放进火柴盒中 如此轻薄的衣服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这一问题困扰着无数专家学者 而此时 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一个重磅消息 令所有人紧张起来 1983年 一起重大文物失窃案震惊全国 当年10月23日上午八点多 湖南省博物馆的解说员 像往常一样打开陈列厅大门 却惊恶地发现文物被盗 据人民公安杂志记载 公安机关查明犯罪嫌疑人潜入该管 在现场附近搬来一张毒梯 爬上通风窗户 进入陈列厅 经清理 该厅陈列的312件文物中 被盗走珍贵文物31件 复制品三件 现装书四本 其中也包括 速杀单一 这一文物珍宝 几天之后 几件失窃的文物 被人包好扔在了附近的公园 同时 还有一个 同样装着失窃文物的包裹 被放在了邮局柜台 这张照片 记录了当时失而复得的文物 最左边的 就是其中一件速杀单一 虽然犯罪嫌疑人最终落网 大部分文物也都被追缴回来 但是却给文物带来了不小的损毁 尤其是速杀单一 如此轻巧的面料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 非常脆弱 但是在盗贼的眼中 根本看不到这些 他离开的时候 竟然把速杀单一 当成了包袱 结果可想而知 虽然经过全力修复 速杀单一 重新摆放进了展柜里 但是 他还是在不断地发生着 肉眼难以察觉的变化 中国是丝绸大国 是丝绸文化的源头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 中国人就掌握了重丧养残骚丝的技术 但是在汉代墓葬中发现 丝织品却是极为少见的 正是因为丝织品是动物蛋白 非常难以保存 极易腐烂 速杀单一 来自两千多年前 深埋在地下时 是密封状态的 现在出土以后 一朝得见天日 接触空气和水分 由于环境骤变 加速其纤维分子链的断裂 纤维的强度大幅降低 如何保证丝织品不腐烂 不降解 这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难题 另外 因常年展览 光照 氧气等自然因素 也加速了纤维的老化 无论从文物保管与斩尘 还是丝绸技术 文化传承等方面考虑 都要研究复织速杀单一工作 正如纺织考古专家 王旭先生所说 速杀单一刚出土的时候 还很鲜亮 出土后就渐渐变得灰暗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是对外展览 作为文物藏品 呈现出来的 就是这么逐渐衰损的衣物 这些衣服的制造技艺要研究 将其复制的技艺发扬光大 为了有效地保护速杀单一 同时还得保证 它的展示效果 专家就建议 制作一件速杀单一的复制件 国家文物局 在有关专家的建议之下 决定复制速杀单一 复制的任务 一开始交给了 北京 上海的几家纺织厂来完成 然而 就算是拥有 现代技术的纺织企业 也是频频失败 总是做不出 如此轻巧的杀衣 事实上 当时很多单位 都不愿意接这个任务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复制速杀单一 款式没问题 工艺没问题 但是要达到原件的重量 对于现代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最终 国家文物局 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 对其进行复制 要想复制出 完全一样的速杀单一 首先 先要确定 这件衣服 究竟是用的什么蚕丝 咱们平日里所说的 桑蚕丝 顾名思义 就是吃桑叶的蚕宝宝 那还有其他的蚕吗 当然有了 土丝是很多昆虫的一种行为 日常能够被我们 拿来土丝的 还有一种蚕 就是做蚕 它是北方的一种野蚕 我们现在 这个烤串也好 吃小吃也好 见到的那个简咏 就是它 做蚕吃的不是桑叶 它是做树叶 那么这两种蚕吐出来丝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可以看两张图片 上面的是桑蚕丝 颜色白 光泽度好 丝质比较细腻柔软 而下面的就是做蚕丝了 明显颜色发黄 看起来粗硬一些 两相对比之后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长沙地区在西汉年间 有没有做蚕丝的生产 另外 贵为长沙国相夫人的这位女子 会不会穿这样的衣服呢 当然研究人员 不会像咱们这样去猜测 他们通过实验 测定了塑沙单一丝线的 氨基酸含量 以及利用X射线 眼射等方法的检查 确认了塑沙单一 使用的是桑蚕丝 蚕丝有的是 纺织技法看起来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 所以研究人员决定 先尝试一下 制作一件复制品 确定了蚕丝的种类 接下来考虑的就是 当时古人是使用的 什么技术来织成的塑沙单一 塑沙单一其名 源于它的面料 塑沙 塑 是指它没有经过染色 沙是蚕丝方孔沙面料 单一则是说它没有称理 因此 出土浅测称之为 塑沙单一 南京云锦研究所 文物修复专家杨继元 回忆起它与塑沙单一的初见 我第一次见到塑沙单一 这个原文物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感觉 是觉得特别的破旧 那么它这个衣服 破破烂烂的 所以我们当时展开的时候 它上面有很多的破损 其实破损这块 对于我们复制这块 衣服形制上的数据采集 就会有很大的困难 我见到塑沙单一的 第二个感觉 就是这件衣服 能感受到它 特别特别的轻薄 我们在采样文物的时候 必须要非常小心地去说话 如果说一旦声音大一点 或者说不戴口罩 呼吸稍微重一点的话 那个面料就能够 被我们的呼吸 给吹得飘起来 在这个复原 这件衣服的过程当中 对西汗衣服的裁剪 和板饰这块 也发现了一些 重大的突破 我们在这个显明镜下 观看这个塑沙单一的 这个塑沙 发现它就是用 最普通的 一上一下的平纹组织的 镜像都没有角 直居塑沙单一这一件衣服 是由三种面料组成的 大面积的话 是这个平纹的塑沙 领圆和绣圆部分呢 用的是绒圈颈 绒圈颈背面呢 再给它衬了一个绢布 塑沙这种面料 非常轻薄 飘逸灵动 但制造的技法 却并不复杂 通过放大查看 塑沙单一的面料 使用的是最为常见 也是最简单的一种 纺织方法 平织 平织法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塑沙单一 在显微镜下 呈现出来的样子 看起来呢 就是简单的 纵横交错的疏松结构 这种织法就是平织 一经一尾相互交错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张示意图 经线就是指竖着的那条线 横着的叫尾线 咱们说地球的经纬度 其实也是借用了 纺织上的经纬概念 平织就是一横一竖 相互叠压交错 以此来编织而成 根据测定 塑沙单一的沙 经线密度为 每厘米58根至64根 尾线密度为 每厘米40根到50根 平织法是人类很早就学会的 一种基础纺织法 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 早就非常成熟了 咱们前面提到 马王堆汉墓里面 出现了很多的纺织品 按照组织结构的不同 可以分成平纹类织物 绞晶暗花织物 启荣织物 纹锦类织物 以及鞭钻类织物等等 既然当时人们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纺织方法 为什么塑沙单一要选用最基础的平织法 平纹织法最适合用于制造轻薄的面料 经纬线的密度可以比较小 这样两根丝线之间的间隔就比较大 面料的结构可以类比家中防蚊虫的纱窗 经纬线规则的纵横交织 孔眼比较大 这样就让面料整体呈现出稀疏透气 轻薄飘逸的特点了 在平纹织法的基础之上 再加以变化 又可以衍生出许多不同的织法 例如斜纹和丑纹 斜纹 能看到布面有明显斜向的纹路 手感和光泽都不错 拉伸时面料还有一定的弹性 如果认真看一看牛仔裤的布料 就会发现 它用的就是斜纹的织法 而绸纹织法顾名思义 我们常说的绸字就是这种织法 特点是面料的光泽度比较好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 正是在平织的基础上变化创造 才形成了各种更加丰富的织造方法 产生了中国丝织品当中 纷繁蜂杂的灵螺绸缎 与平纹的纱不同 灵是鞋纹的丝织品 表面具有显著的鞋向纹路 质地轻薄 常常被用于书画卷轴的装表 而螺则与纱一样 都属于有孔的织物 但却不是平织法 而是角晶组织 所谓角晶 是指尾线平行 而晶线之间相互扭角 所以无法形成明显的方孔 即所谓交孔约罗 古代的词典 尔雅士气中解释说 鸟骨未知罗 罗就是捕鸟的网 后来这种起源于 渔猎时代的捕鸟网结构 被借用到丝绸生产中 形成了锣 断织物 就是指经纬丝中 只有一种显现于织物表面 并形成外观光亮平滑的织织品 断光滑柔软 光泽度非常高 确定了塑砂单一的面料 使用的是最简单 最常见的平稳织法 而这种织法 对于现代丝绸纺织工业而言 毫无难度 所以按照测定出来的数据 南京云锦研究所的复原团队 一板一眼地开始了复制工作 但复制出来的第一件 速杀单一的重量 却高达80克 这远远超过了 原件的49克 照片里呈现的就是复制团队 1991年制作出来的第一件成品 很遗憾 这件复制品超重了 但就算不超重 也不能算百分之百成功了 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光泽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件是闪闪发光的感觉 带着新作的器物的感觉 而原件完全是亚光的 面料还带有一点点 皱缩之后的激励质感 前面我们讲了 不同的织法会影响到 面料是亚光还是亮面 这一件的丝用的是桑残丝 织法也是平织 那为什么做出来的衣服质感 光泽度会大不相同呢 1991年 南京云锦研究所仿照的 塑砂单一元件 采用桑残丝 运用平织法 但复制件刻重超标 肉眼可见的面料光泽和激励 也与元件微微压光 皱缩的质感相去甚远 这令研究者感到十分困惑 平织物应该是平整的 为什么速砂单一元件 使用平织方法 却得到了皱缩的激励 2000多年前的古人 在这些细密的激励之间 隐藏了什么秘诀呢 一头雾水的复制团队成员 在更加微观的层面 找到了古人藏进去的小心思 四支品不同的织法 固然会影响面料的光泽和纹理 但当我们放大来看 每一根丝线 又是由几根蚕丝组合合成的 也就是把树根蚕丝 朝着一个方向扭成一股 这个过程被称为加碾 而正是这个加碾的过程 在成品上表现出了细微的光泽 和激励差异 在纺织叶中 几根蚕丝向左还是向右缠绕 决定了丝线是左碾还是右碾 也被称为S碾和Z碾 那么素杀单一用的是 哪种碾向的丝线呢 我们在采用素杀单一的 原文物的时候 发现它的原材料的碾向 跟普通的这个织的面料 是不一样的 常规的面料基本上是同向碾 那么它的原材料加工 就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素杀单一不是 它是这个基本上是属于 一根左碾一根右碾 一根左碾一根右碾 素杀单一为何要采用 如此特别的加碾方式进行制造呢 左碾和右碾交错排列 又能给面料带来哪些特性呢 古人他对于他们的面料的品质 或者说最核心的部分 他们是追求的 非常非常的精益求精的 素杀单一本身这件衣服 它最终是想表达的就是飘逸感 两根线一个是向左一个是向右 这么一个一个的这么 一个一个一个这么排列完以后 我现在搅得很紧 但是自然放碾就会有点松 它中间就会产生一个对抗力 那一根线和一根线 一根线一根线之间 自然产生对抗力的话 就会自然会使这个面料 不会变得那么平整 感觉就是飘逸感会非常强 弄清了面料皱缩和压光的原因 本以为复制难题迎刃而解 没想到更大的难题接踵而至 就是这么细小的调整 却给复制任务设置了巨大的难题 砂线的碾像对织物的外观和手感 影响很大 利用精尾纱的碾像 与织物组织相配合 可以织出外观手感 风格迥异的织物 原理听起来不难 但是把丝线装到织机上 又会呈现出什么景象呢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织机上的精线 密密麻麻一片 在实际操作中 加碾这个简单的工作就意味着 织机上纵横交错的丝线 成为了一道巨大的排列组合题 没有人知道 西汉时期 古人在每根线上究竟加了多少年 只能通过一次次的尝试和对比 才能复制出最近似的外观 为了解决细密的丝线 在织机上无法分出 每根丝线碾像的难题 复制团队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用可清洗的颜料 区分经线的不同碾像 于是织机上便出现了这样红红绿绿交错的样子 其实 这只能算是操作中的小技巧 加碾的最大难点 源于速杀单一的薄 薄就意味着丝线要细 纤细的丝线加碾后极易断裂 也就是说 加年少了 光泽和机理不对 加年稍微一多 丝线就会断开 复制团队成员在一次次的尝试中 寻找那个刚刚好的临界点 也触摸着两千多年前的匠人 对一丝一缕的执念 带着几乎同样的执念 一架模仿两千多年前的复原织机 也悄然诞生了 这次为了专门复制速杀单一 而重新定制打造的织机 是结合了汉代的画像石 以及考古学家夏南先生复原的 汉代织机 作为参考打造的 从这幅汉代的画像纺织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汉朝时人们纺织丝薄的场面 从右向左 依次是在条丝 摇尾 织薄 这里面的织机 是专家们参考的一个原型 再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 夏南先生绘制的 汉代织机的复原图 可以看到 跟现在的纺织机 有着很大的区别 最明显的不同就在于门符 也就是织造时一匹布 可以容纳的最大宽度 现代手工织机 常见的门符是在一米左右 而古代要窄很多 根据马王堆一号汉墓 发掘报告显示 速杀单一的符宽 只有48厘米 为了能够完美复制 速杀单一 复制团队们 专门打造了一台织机 按照当时的门符 重新装造 改造新的工具 是需要重新适应的 为了尽可能完美地 进行织造 职工师傅们 专门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来提前训练手感 这才上机织造 经过了长时间的磨合 手艺是没问题 但是织出的面料上 却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磨损的印痕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制造环节中 对织手的要求极高 经验丰富 专注力 感觉 缺一不可 堪称百里挑一 一旦开始制造 便不能够随意替换织手 因为每位师傅 手感和力度的不同 都会影响面料的 经纬密度和质感 而即使是最终被选中的师傅 在开始制造之前 都要反复适量 培养制造的手感 以保证 制造面料的密度均匀 然而 花了大力气复原了 两千多年前的织机 也弄清楚了制造工艺 职工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场 但万万没想到 织出的面料 却像是残次品一样 复制团队不仅仅是失望 更感到非常奇怪 他们明明已经非常注意 呵护面料了 遵循着职工们 传承千年的职业习惯 每天一来上班 都要先打水洗手 把手在温水中泡软 用指甲刀仔细地修剪 去除掉手指上 每一点老茧和道刺 精心呵护双手 以防在制造过程中勾起丝线 屋子里也要撒上一层水 来保持环境时刻湿润 职机更是经过了精心打磨 绝不允许一根木刺的存在 但面料上的道道印痕 触目惊心 究竟是哪里出现了披露呢 复制团队的目光 落在了小小的梭子上 南京云锦研究所 复制团队的成员 向我们解释了其中的关键 我们梭子最主要的就是 制造尾线 那我们织物就是有 镜像和尾线制造而成 那梭子的功能就是 把尾线织入其中 形成胶织 最终形成一个布 或者是一种井 我们正常的制造的梭子 两头有一个金属物 这样子梭子 就是重量会两头都有增加 我们可以从左边和右边 来回抛梭的时候 会有增加一些重力 当然我们在织 塑砂单一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种梭子 梭子其实比较重 虽然好织 但是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在织的时候 梭子和底条会有个轨道 会有个摩擦 塑砂单一的丝线 是非常非常细的一种丝线 它这样给它一个压力之后 那我们丝线就会有一些磨损 那我们就在想 古人的梭子和现在 肯定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我们就把一个梭子的 底部的面积增加 那我们两头的一些配重 去掉完全用一个木质的 比较框的一个 尽量地就会再和那个 刚才说的织机上的几条 进行接触 使用近丝轻轻地划过 这样子能解决 产生一些磨损 磨白的这种情况 虽然找到了 面料磨损的始作俑者 但除了梭子 这丝线也大有讲究 虽然不可能亲自上手 体验一下 肃杀单衣是什么手感 但是真丝衣物 咱们总算摸过吧 真丝的衣服都很柔软光滑 那么就更不要说 是如此轻巧的肃杀单衣了 可如果我们摸过残碱的话 就会发现 那个残碱摸起来 手感是很粗的 这样肯定就会产生 一个疑问了 这么粗的残碱 是怎么变成 那么柔顺光滑的衣物的呢 这里就得提到 一个工艺生产当中的名词 那叫骚丝 古人收获了残碱之后 首先要进行的 就是骚丝这道工艺 骚丝的方法 就是把残碱 直接浸在热水当中 用手抽丝 将丝卷绕于丝筐之上 这样抽出来的残丝 就是生丝了 但是生丝的外面呢 是包裹着一层丝胶的 残碱的粗粒手感 就是来源于此 对于纺织品而言 自然是不希望如此的 但是丝胶又少不了 因为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保护残丝 可以增强残丝的强度 让丝线在制造过程中 不容易断裂 等到织出成品之后 再进行一个脱胶的工序 洗掉丝胶 丝制品的手感就变得柔软了 就像我们刚刚买来的 纯棉衬衫 出厂的时候是经过浆洗的 为了保持它的挺阔 摸起来比较硬 洗过之后 清洗掉了那层浆 就恢复到 纯棉本身亲肤的触感了 复制团队发现 铁梭子会造成丝胶磨损 进而损害残丝 这个原因 才导致了面料上出现磨痕 于是立刻更换成了木梭子 复制团队准备雄心勃勃地 开始新一次尝试 找到了两千多年前 纺织工艺的技巧 也复原了两千多年前的 纺织工具 如此 复制团队就可以成功复制出 同样轻薄飘逸的 速杀单一了吗 答案是还不行 只是用传统制造方式 和传统织机 制造出来的速杀面料 依然会严重超重 这是什么原因呢 面料超重的问题 从速杀单一复制项目 启动的那一天起 就是困扰整个团队 乃至整个考古学界的难题 为了破解面料超重的问题 国家文物局 与多家单位协同公关 然而 每一次为样品 进行称重的时候 随着数字的跳动 研究团队 都被泼上一头冷水 经过一次又一次尝试 面料仍然超重 那么 问题会不会出在原料 也就是蚕丝上啊 经过测定 专家们发现 速杀单一如此轻巧 并不是它孔眼大 密度稀疏导致的 而是杀料所用的蚕丝 格外纤细 速杀单一原件 所用的蚕丝非常之细 相当于头发丝的六分之一 鲜度只有10.2至11.3弹 而现在市面上 各种丝制品的鲜度呢 是在14弹左右 那什么是弹呢 弹就是纺织学中 对于织物的鲜度 所用的专用剂量单位 数字越大就表示啊 这根纱线或者是纤维越粗 在一些女孩子喜欢穿的丝袜上 可以看到数字后面呢 会加上一个大写的字母 D 什么60D 120D等等 这就是表示 制造丝袜的纤维的粗细 夏天的薄的丝袜 常见的也不过是30D 而速杀单一的蚕丝呢 只有11D左右 这得有多细呢 900米长的蚕丝 质量只有一克 换句话说 从北京拉一根这样的蚕丝 一路拉到上海 总重也只有1.5千克上下 看来 这件复制品用的蚕丝 比原件的粗多了 超重的原因找到了 可是市面上能找到的蚕丝 都是粗的呀 复制团队猜测 是不是蚕吃的不对呀 丧蚕业 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 伟大贡献之一 我国是世界上 种丧养蚕最早的国家 距今至少有7000多年的历史 2019年 在河南行阳青台遗址 发现的养勺文化时期 私制物 据测定 距今已经有5500多年 这时政了上古时期 我国古代桑残业 已经非常繁荣 而桑残业的两大基础 桑和残 都曾是我国特有的物种 后来才逐渐被其他国家引进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桑树 虽然世界上其他国家 也有同属植物分布 不过真正用来养蚕的桑 却是我国特有的 桑树的种类有很多 不同桑叶饲养的残 土出的丝可以用作不同的用途 根据尔雅的记载 有女桑 眼桑 遗桑 山桑等许多种类 而本草纲目记载的更加丰富 白桑叶大而厚 鸡桑叶花而薄 紫桑先甚厚叶 山桑叶间而长 目前国内所知的桑树种类将近二十种 那么 制造素杀单一所用的残 是用哪种桑叶喂养的呢 解决了桑树品种的问题 复制团队就到南京郊区 选了一块地 亲手种下了一些桑树 在五年的时间当中 他们亲自挑肥料 浇水育苗 精心地呵护着这批桑树 不让这些桑树 受到任何现代种植技术的影响 让它们的生长状态 尽可能地贴近两千多年前的西汉 但让人恼火的是 残宝宝在这得来不易的桑树上 大快朵移 吃饱喝足之后 却吐不出细丝 这让复制团队百思不得其解 历朝历代的国君都提倡 执桑养残 西汉时期更是直接提出 农桑为天下之本的口号 但在周里 下官司马小司马中 却明确记载了 禁圆残者 禁止饲养圆残 我们熟知李商隐的诗句 春残盗死私方禁 蜡锯成灰 泪屎干 这就是在说春残 那么什么是圆残呢 圆就是在的意思 圆残就是夏秋季节第二次孵化的残 根据西汉著作《淮南子太族训》的记载 圆残一岁再收 非不利也 然而 王法尽之者 为其残桑也 圆残因为饲养的桑叶属于夏秋季的 桑叶质量不好 即使辛辛苦苦饲养 吐出来的丝也质量不高 根据这些线索 我们基本可以判断 身份显贵的新追夫人 她所穿着的衣服 应该是质量更好的春残丝所致 这一发现 同时意味着 复制团队必须服从实令 每年只有一次机会 尝试获得合格的残丝 而就在这个时候 江浙一带的桑残丝市场上 高价收购并弱残的消息 不静而走 价格高出市场价五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并弱残土的丝比较细 所以复制团队 希望能够利用这种丝 来制作肃杀单一 可经过实际操作之后发现 并残土出的丝质量不行 无法制成丝线 那怎么才能找到足够细 又足够坚韧的残丝呢 速杀单一所用的残丝 仅有头发丝的六分之一 比现代丝织叶常用的残丝都要纤细 这超细的残丝 正是速杀单一 只有四十九克重的秘密 但是 复原团队 遍寻全国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残丝 这么细的丝 是怎样得到的呢 南京云锦研究所的所长 为了搞明白 两千多年前的残丝 为何更细的原因 他坐车辗转到了北京 请教了原农业部 负责丧残养殖的专家 进行了生态分析才发现 原来在西汉时期 人们所饲养的残 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残 而是三棉残 那么 什么是三棉残呢 在当代社会 人们所饲养的家残 一生要休眠四次 退四次皮 因此称为四棉残 而在西汉时期 人们饲养的残 一生要休眠三次 退三次皮 因此称为三棉残 这也正是《荀子复篇》中 对古代的三棉残的记载 三辅三起 是乃大义 残每次在退皮前 都是不时不动的现象 故称三辅三起 也就是残棉 三棉残 比四棉残 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 但体重的差异 却极大 三棉残的体重 仅有一克多 四五条 才能抵得上一条 四棉残的重量 所以三棉残的残碱 也比较小 残丝鲜度细 而使用这种丝编制的面料 也具有高度透光 极度轻巧的特点 我们现在看到的图片 分别是三棉残 和四棉残残丝的微观 可以看到 四棉残残丝明显粗很多 残丝的粗细 不仅仅关乎成品质量的问题 更关乎面料的透光性 肃砂单一的透光性极好 考古学家王旭 曾经用这种面料 在报纸上叠放五六层之后 仍能看清报纸上的字 经过检测 肃砂单一的透光率 达到了75%左右 正是由于超高的透光率 肃砂单一 才能够作为套在最外层的罩衫 毕竟 这层照山的美学意义 就在于朦胧二字 如果透光率低 就无法透出 那层紧断的华丽文士 无法凸现这位夫人 仙气飘飘的气质 话说回来 这样高的透光率 是万万离不开 纤细残丝的 既然已经知道 三棉残和四棉残的区别 造成残丝过粗 那么只要找到三棉残 是不是问题 就可以解决了呢 通过精心培育 两千多年前的桑叶是有了 然而最大的困难 仍旧摆在眼前 今天的我们 应该到哪里去寻找 西汉时期的三棉残呢 仰残在中国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 西汉时期 也就是两千多年前的残种 还保留着很多野生特性 个体较小 残丝也十分纤细 今天的残种 在两千多年里 不断杂交迅化 体型肥大 早已经不可能吐出 西汉时期那样纤细的残丝了 用现在的残丝进行制造 那必然是要远远超重的 怎样才能让四棉残 退化成两千多年前的样子呢 四棉残是从三棉残 驯化 培养和变异而来的 想要将其变异回去 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通过药物控制 却可以让四棉残 休眠三次 退皮三次 这样它们发育得不够充分 吐出的丝也就会变细了 最终 通过采取用药物控制残 生长的办法 研究人员终于成功 为残宝宝减肥 得到了现代社会能够获得的 最细的残丝 这批减肥之后的残宝宝 最终吐出的残丝 只有平时残丝的五分之一 甚至都不容易被肉眼看见 只能凭借手摸 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这些残丝 解决了困扰复制团队的原料难题 肃杀单一复制工作的 最大难题被成功破解 但还有一个非常显眼的环节 没有解决 那就是染色 肃杀单一之所以称为肃 是因为其本身没有染色 然而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复制剑还要还原出 经过岁月沉淀 而呈现出的陈旧色彩 为了把时代的印记 完美展现出来 制作团队对染料 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 尝试了各种试剂 却没有一次能够成功 单纯的化学染料 颜色鲜艳生硬效果不理想 纯植物染料又无法还原 肃杀单一出土时的暗红色 不过复制团队很快就找到了 一个更好的办法 这个办法居然是藏在茶杯当中的 那天 一名研究人员和往常一样 泡在实验室里 他感到有点沮丧 因为尝试了无数种染料试剂 却还是没法调出 肃杀单一温柔的暗红色 那些天 他的脑子里全都是染色实验的事 常常显得魂不守舍 就在这时 有朋友送给他一盒早餐红茶 他本来下意识地 把红茶随手放在桌上 却突然意识到什么 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画面 茶杯里泡着的红茶 正在热水里阴晕着扩散暗红色的茶汤 茶汤的色泽 不是和肃杀单一元件如出一辙吗 研究人员心中大喜 萌生了用红茶做染料的想法 他带上这盒红茶 匆匆跑进了实验室里 但红茶属于植物染料 非常难以顾色 于是 他经过多次实验进行调整 最终用红茶加固色剂的方案 准确配置出了 肃杀单一元件 在多种外力作用下形成的 微妙的暗红色 至此 肃杀单一复制任务的诸多难题 总算是一一破解了 对于团队成员来说 最有信心的一次复制马上开始 由于先前在各个环节 已经进行过尝试和摸索 这次复制出奇的顺利 对于他们而言 最大的难度并非在于技术 而在于手感 尽管已经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进行练习 但真正制造的时候 速度还是十分缓慢 因为志工师傅需要集中精力 控制力度 保持心情的平和 一旦有差池 就可能出现丝线断头的情况 虽然说经验丰富 技术高超 师傅们每个工作日 也只能织十厘米的面料 但是只要织造手艺好 一切都可以交给时间 耗时一年半 研究人员终于完成速杀的织造 拿出了足够的面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决定采用斜向一味的方法进行缝制 最终完成与文物形制尺寸一致的速杀单一复制品 当复制团队将这件复制品上称称重的时候 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叶金平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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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 开创 数到变通 像其不出